哈喽大家好 难得现在我家里没有人 所以我现在可以大喊 大叫 其实今天拍这个影片的目的是 因为我要送礼物给 林上晋 至于谁是林上晋的话 我就给你一个迅速的介绍吧 他是一个单身狗 所以身为一个又迁局又大方的我 我决定送他 一个生日礼物 至于要送他什么礼物呢 我现在是不是还没有想到啦 但是现在我打算去我家附近的一个网吧 不是 店 去我家附近的一个店 店 买一些制作礼物的材料 然后制作一个礼物送给他 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诚意的男人 男孩子 男 男生 男 男人 班淑 我的脚麻痹了 我觉得等下我去那个店买东西的整个过程 我是应该不会拍起来的吧 所以你们是不需要期待的啦 哇 其实要送给他的礼物我已经做好了 刚刚我从Desco买了这些材料 之后我就自己很迅速的把这个礼物给做出来了 至于为什么我没有把那个礼物的制作过程拍出来 这是因为我在时间上是很紧急的 所以我没有办法把那个制作过程拍出来 反而我必须很迅速的把整个礼物制作出来 至于这次我要送给他是有三个礼物 首先第一个礼物就是这个 Play Button 其实这个Play Button看起来是挺普通的 前面就是这样 后面就是这样 这个Play Button最特别的地方就是 这个Play Button它上面 这个透明的纸是可以拿出来的 就是说上近你呢如果你想要在这里写一些 你想要的感言还是你要写一些 什么500千订阅者之类 或者怎样给起来YouTuber签名的话都可以 只要你把这个透明纸拿出来就可以写了 另外一样东西我要送给他就是 这一袋 这一袋番薯 这个是我在Tesco那天 你们看到过我拍起来的 我就是拿这个番薯 有两地 一粒我刻了一个笑脸 另外一粒我刻了YouTube Play Button 那个Triangle 那个三角形 这个是比较娱乐的啦 而最后一样礼物就是这张纸 我写给他了一些 我想要对他讲一些语言 不是语言是一些话 还有现在最后一样东西 我会拍一些非常美的画面 关于这些礼物啦 所以 我们现在就来看这些画面吧 好 不 现在已经很迟了 我现在赶着去寄油的地方 然后把那个东西寄给上镜 基本上今天呢 整个影片就到此为止 如果你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 请到底下按这个按钮 因为这样的话 如果太多写的话 我还是有理由可以讲 这是因为我教你们这样做的 然后如果你还是不喜欢听我的话的话 你可以按赞 这样的话更好 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 所以Potato 好 简单